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屎萌劉德斯 今天來介紹這個蘇維拉俄羅斯的戰艦性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面板的資訊 那比較亮眼的地方是這隻船 它在火力上的表現其實是現階段 所有戰艦火力的排名第七名 那整體的素質其實跟我們這個利托里奧是蠻接近的 不管在耐久啊,火力面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那它比較低的地方是它的運氣 所以運氣方面可能在命中暴擊或是生存表現的能力 可能稍微輸入利托里奧一點點 那為什麼這個蘇維拉俄跟利托里奧這麼像呢? 其實要從歷史的一個典故來看 因為其實早在之前蘇聯要建造船的時候 義大利曾經有向他推薦過一個類似 維托里奧維內托的一艘設計船 對,就是上一次那個義大利活動裡面出現的一個旗艦 非常的大隻,很大 那最後因為義大利加入了反共的陣營 所以後來斷絕的跟這個蘇聯的合作 那後來展準最後自己他們也造出了一艘俄羅斯 那當時的設計是要造41500噸 排水量的這一支戰艦 可是到最後蘇聯的人其實都喜歡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你也知道嘛 灌水量就越來越大 所以後面灌水灌到變成是有6萬多噸的一個巨大怪獸 這個排水量僅次於大河 那不過大歸大啦 他的主砲設計最後也是採用了406然後B37這門砲 這門砲的性能其實就跟我們這個利托里奧的客藥砲是一樣的 差不多類似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的兩隻船的火力表現 所以會非常的相似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另外比較可惜的地方是這隻蘇維來他的裝甲 因為當時的工業技術落後 所以他的裝甲其實沒有很厲害 那也導致說這艘船最後沒有任何的防禦技能 所以所有的技能都是著重在輸出面 這也是為什麼這艘船會跟這個利托里奧會蠻像的一個原因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技能的表現 那第一個紅技是自己開砲的時候有75%發射這個特殊彈幕 那這個特殊彈幕分為三種型態 第一個是跨射的子彈 有3x3 9發 那是屬於徹甲彈的部分 再來這個大型的冰錐墜落 那這個是會帶有緩速的功效 那也是跟我們跨射子彈的弱點是一樣的 那是屬於通常彈 再來是這個小子彈是平射 所以會被盾擋下來 這個子彈算是流彈 所以他有三種型態的彈 所以徹甲通常流彈他都包含了 所以他的彈幕非常的面面俱到 那跟利托里奧比 那利托里奧也只有這個跨射的一個徹甲彈 然後還有小子彈的平射 所以形態 跨射型態都是非常的類似 都是比較分散的3x3跨射 他不像那個阿拉巴馬一樣 阿拉巴馬也是跨射的3x3 不過阿拉巴馬是比較集中對點的輸出 那蘇維亞其實也不錯 因為他有冰錐的那個減速功能 所以他的跨射子彈其實也蠻容易打 打好打滿的 配合他自己主砲的一個輸出 也可以很容易命中他想要打的目標 那打演習的過程中 這個跨射也是直接跨到後排 那冰錐也是打在後排的身上 那其實這個減速在後排其實就沒什麼用了 那前排的小子彈流彈呢 也可以對前排的前衛造成一些傷害 第二個紅技能是自強化的一個性能 只要自身所屬的北連或東皇劍存在的話 他自己升的火力命中會再加5% 最大加4隻 他自己本身一台出去就會加1隻了 就會算自己1隻 所以最多4隻等於說 他可以加20%的火力跟命中 戰劍本來就缺命中 非命中給他非常的好 剛剛之前講火力值他非常的高 排第7名 那第7名以上其實都是一些怪物級的科研 所以就一般精疲而言 他算是頂尖的火力了 那加20%火力 其實真的去拉那個傷害表出來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傷害其實已經超越了一些科研的主砲輸出 那不過這個技能滿可惜的地方是 他只能在自身戰鬥前兩回才會產生這個效果 所以打第三戰就沒有了 所以真的要他最大的發揮的話 通常只能拿去打王 會有這種最極大化的輸出啦 好再來裝備推薦部分呢 其實是蠻簡單的一個彈幕團的型態 主砲部分選用這個科研砲 或者是你可以用傳統的這個410 這個是攻速兼輸出都有的一個DPS的裝備 那副砲部分當然有被野炮可以用 那其他的榴彈炮也都還可以 對空部分其實有個科研一起的這個加命中 因為戰艦其實都很缺命中 再來設備部分 白彈加命中加火力還有加爆擊 那如果有這個金火控的話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不用金火控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SG雷達 也是一個增加命中的一個手段 好那隊伍搭配的部分 他的技能有提到 可以跟這個北連跟東煌的人一起組隊 那其實也剛好這次活動給的角色 基本上也就是破天荒 破天花版的性能 所以他們一起組出去 真的是人擋殺人 佛擋殺佛 絕對不會錯 北連自己組一隊真的是太扯 比這個科研艦隊還要誇張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配合北連的艦隊 那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些角色練起來 對你推圖也會蠻有幫助的 好啦以上是今天針對這個 蘇維埃俄羅斯號的一個簡單介紹 其實不難發現他的彈幕也好 他的自強化也好 種種的技能都是要在他身上 自己自強化的一個發揮 所以他面對想要打擊的敵人 可以有效去做出成堆的傷害 那配合之前上禮拜介紹過的一些 北連的船艦在前排 可以有效幫他增加他的自強化 那整個北連戰隊出去呢 其實活力非常的高 那希望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把這個北連艦隊培養起來 那在未來 在推圖的過程 或打活動的過程 其實都是還蠻好用的 好啦 那有問題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小妹妞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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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吧 掰掰 我們下次見